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大的 因为这次是由中央文件发布出来的 而且是由国务院正式的文件发布 这个政策里面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融合发展 就是用亲爱精神两岸都是一家亲的方式 自然的融在一起 自然的融在一起里面 我觉得分三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那也就是要在硬体建设方面要通 通桥通电通气通路 所以未来两岸之间在航运空运 未来可能性的话那种立体的建设 也就是轨道交通的建设都要把它通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部分 第二个部分里面就是大陆的会台政策中的 有很多是有利于台湾的个人企业老师 各行各业到大陆去发展 而且以福建 因为离台湾最近 台湾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故乡 大陆变成一个家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例如说台湾到大陆去工作的年轻人 他本身的孩子 那么就在他们居住的地方 就近就可以读幼稚园小学 所以是非常的便利 然后台湾由于少子化的关系 有很多职业学校的老师 他们会面临失业 大陆那边开放了 让台湾更多的老师 可以到大陆去就业 所以不只是年轻的学生 可以到大陆去读书 老师可以到大陆去就业 还有台湾的很多的私立的学校 也可以到大陆去投资 和办一些这些学校 一些职业化的学校 台湾的年轻人 也可以到大陆去服务 更多部门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软的 最软性的 那就是感情的问题 目前来讲 我们已经有看到台湾有一些人 他们已经开始返乡 去对祖谱了 也就是他把他们早期的祖谱 带回家里面去对 发现完全吻合 所以很明显的就寻根 所以我觉得祖谱的这个活动 也就是寻根的活动 这种感情的交融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因此这次的对台的一个示范区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购物给你钱 你打开 Kore 个折叶 好吗 你看这位요 rationale 带我去úc吗 你 感谢观看